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新宇 今天的节目里我将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有这样一位年过八旬的画家 用八年时间走遍大江南北 以革命圣地为题材 创作了十二幅巨幅中国画作品 用笔墨丹青再现了建党百年的风云岁月 她就是新海派的领军人物陈嘉玲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画家陈嘉玲的艺术天地 铜墙铁壁的太行山 水墨韵味的南湖盛景 从龙苍翠的井冈楚风 气势恢弘的延安晨韵 岁末年初之际 红星赵我行陈嘉玲革命圣地作品集 正式在上海发布 这是著名画家陈嘉玲 近年来创作的革命圣地绘画和书法作品的加作绘萃 他用笔墨丹青带来一场集传统文化 红色文化与时代精神于一体的洗礼 这种革命圣地的描述 我的展览 我的活动 是大家就是对一个党的一个崇敬 画着一种力量 是我们以后在这个共产党第二个一百年当中 是一种动力 那么就是为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 做出自己应用的贡献 2022年一时 陈嘉玲再次来到中共一大会址 作为上海画家 这一次参观 对他来说既熟悉又陌生 2021年6月3日 经过630多天的建设 位于上海市的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 全新开放 展厅面积由原来的1000平方米 扩展到3700平方米 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历程 这也是陈嘉玲第一次参观新建成的 中共一大纪念馆 他的心在这里找到了共鸣 我觉得又有一个新的气象 就是说也是一个新时代新举措 也就是我们每个人参观 从这里吸取他的能量 吸取他的这个力量 2021年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已经84岁的陈嘉玲 再次创作了一大绘址 西百坡等四幅巨幅作品 其中最让他记忆深刻的 就是中共一大绘址的创作历程 当时我那个天画这里的题材的时候 跟今天这个天差不多 阳光门眉 蓝天白云 我要把蓝天跟白云给它描写出来 云就是水 所以我把这个云给它画成那种墙云 多多墙云 天给它画得很必然 那就是像市里面一样 就是说一行白炉上青天 这个蓝天白云就预示着这个青云之上 作为新海派的领军人物 陈嘉玲用明亮的色彩和利落的线条 将画面诗意化展开 无形中拉近了读者与革命圣地的距离 而他和革命圣地题材作品的最初结缘 还要追溯到五十年前 我在五十年之前 刚刚到上海做老师的时候 那是很年轻嘛 我们一些年轻老师啊 就是步行到井冈山去朝圣 而且又到了韶山 要差不多一个多月了 要走一个多月了 想不到这一次 我五十年之后再到井冈山去看 越越重重啊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 这个时代不同了 这个井冈山呢 也发生了新的面貌 五十年间 井冈山换了新眼 而传统的中国画技法 在陈嘉玲底下也有了新的探索和创造 其实我这个画都是用黑的墨打底的 而这种是空出来的 然后我在这个上面一层层加颜色 像这个我们的前辈 像李可颜先生他们也画 像我的老师洛言梢先生他也画 但是他们以水墨黑颜色为主 但是我用彩色了 也有彩色光感 现代人容易接受 为了展现革命圣地 八年来这位冒蝶老人日夜兼程 奔波于红色圣地裁缝写生 2015年夏天一次创作过程中 他从凳子上滑下来 摔了重重的一跤 骨骨骨折 腿里的钢板到现在还没有取出 但是陈嘉玲经过短暂的修养 又重新上路 他带着腿伤跑出来了多幅画作 包括巨幅画作《楼山关》 《太行山枝》 《铜墙铁壁》 《赤水河畔》 《丙安镇》等 这个四度出水 实际上我可能是八度出水的 要跑过去再跑回来 跑过去再回来 为什么要跑过去呢 就是要禁锢之中 要跑到对面 要看这个路怎么进去 你看每一个瓦片 都是结构都不同 因为中国话 其中东方的审美 就要讲究简练 简就是要平 但是平中要不平 才有激励效果 是一种艺术的审美的高级境界 对陈嘉玲说 画红色题材的作品 不仅是画过去的灰红史诗 更是画当下的巨大变化 2016年 在完成延安陈运的创作之旅后 陈嘉玲走进了梁家河 一到那里 他就被眼前黄土高原的壮观景象震撼了 不但是永违 而且富有色彩感 富有装饰感 五六一分钟有这个杜练画 但是轻轻点点 我就把这个 樱山红这种花 有意思的连成线条连成一片 陈嘉玲的绘画艺术 立足于传统 在美术界以感变能变组成 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画人物 山水和花鸟画的范畴 他是浙江杭州人 上世纪六十年代 毕业于原浙江美术学院 现为中国美术学院 师从潘天寿 陆尹少 任教于上海美术学院 长期受江南文化浸染的他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 已打破传统技法画荷花儿文明画坛 形成独特的城市荷花风格 七十岁后 他回杭州浙江美术馆开课展 又给自己立下了新挑战 因为画西武是很难画的 能过线比较平 那么这个西武这么难画 我就要挑战 要挑战自己 对吧 那么所以我就画了 色佛西武色景 我这个色佛画 我就捐献了这家美术馆 那么一次来向我的学校 这个汇报吧 对家乡人 对我的母亲 亲人也一个汇报 2016年陈嘉玲应邀创作 西湖景色等巨幅画作 在G20峰会上被广泛关注 他紧扣峰会的风子 汇出西子湖畔 郁郁葱葱的山川秀礼 用淡庄笔法描绘西湖 从画荷花到壮美山河 再到革命圣地 回首一甲子的创作生涯 陈嘉玲始终记得 老师潘天寿说过的一句话 任何民族都有民族的文化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代表 自己民族的文化符号 就不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灵 而这亦是他画画的初心 第一条就是要鼓励尽用 要解决一个创造性跟时代性的问题 第二 洋为中用 要以中为主 要以洋为主 要解决一个民族性问题 也就是我们在 民族伟大复兴这个道路上 文艺上要的建树 这个建树就是要有时代性 要有创造性 要有民族性 这样才能联足于世界 这个文化的民族之灵 在陈嘉玲的作品中 一览祖国的壮美山河 与红色圣地的光辉 感受历史真实与艺术真情的交汇 他说 我是他这时代的脉搏走来的 我的成长背景 决定了我始终怀有一种爱国情怀 和希望民族振兴的激情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我们继续相约文化时分 明天我们继续相约文化时分